各位大家好,这里是不灭 忙碌的大学生活不知不觉的来到了4月底 一阵子没发片的我终于良心发现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在之前发了这支问题目击的影片,现在也到了回答的时刻了 我还记得当时很怕问题数会有爆多的情况,还是有回答上线 结果各位都很有礼貌,问的问题完全没有超过上线了 好啦,我还是收到很多鼓励的留言啦 真的很谢谢你们,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某些观众不太会用棉花糖 有很多人偷了重复的留言给我,所以重复的问题我就会直接略过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问题有什么吧 我们和上次的QA一样,先从比较大方的观众也接着留言区开始 哎呀呀,不知不觉不灭也到一千订阅啦 我应该已经算是老观众了吧 虽然我现在对帮帮有些战坑了 不过还是会定期看不灭的帮帮影片 至于QA问题的部分,真的想不到 反正空气不灭一千订阅快乐 感谢这位绅士的祝福 你是蛮早就在看我影片的观众 不过说起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 竟然是在台幣的直播内 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是很奇妙 这次没有问题想问其实也不意外 毕竟在去年都问完了,对吧? 还有虽然说蛋坑 但是你第六届测验不是还拿62分吗?快够骗啦 有准备好抽闪现教组了吗? 算是...有 目前日服那边因为提到大不足 所以呈现放掉的状态 不过我目前在台幅有狂存START 和用钱换抽卡券 只是为了六周年后等闪现教组的到来 到时候我会把抽卡过程拍成影片 但最后究竟能不能抽中 恭喜不灭一千订阅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影片 贵则超大手条和泰瑞卡美竹丸都很好笑 还有Rotelia的三章解说 让我更了解音乐去哪了? QA的问题都是帮帮的 不然推动是哪个最佳好友吗? 最喜欢的活动和卡面是什么? 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歌? 现在不必能一直做出这么优质的影片 也谢谢你对于我的影片有如此高的评价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这跟我在去年的QA有说 我认为帮兜利的玩家分为三个阶段 单推、双推和独推 而虽然了解的故事越多 你推的团体和角色也就越多 然后目前随着这一年再继续了解剧情后 我已经来到了多推阶段 简单来说就是 滴滴 所以基本上都推 不过硬要说的话也不是不行 Kina是我的主推 然后主推团是帕豆花类 然后我的好友ID在这 欢迎有空一起来打歌 第二个问题 我最喜欢的活动如果不上乐团剧情的话 那么就是崇高的蔷薇与花同行 这段剧情是Lisa对于Locedia自我认同实践 以及和Yukina的发糖剧情 到底中的蔷薇带着Locedia 而花肘则带着白山叶草 呼应据我Lisa所说 开满纯白山叶草的道路 和蓝蔷薇的道路是连在一起的 两人将儿时的原点和Locedia的梦想绑在一起 无可替代的友谊以及决心 是我喜欢这起活动的原因 百合大好 最喜欢的卡面是Nanami的生日卡 卡面真的很漂亮 真不愧是教主 最喜欢的歌是Popee Pa的Kizuna Musical 这首歌曲厉害的地方在于 看似欢乐旋律和歌词 却可以让你在反复听过数次后 留下感动的泪水 Popee Pa的歌曲很多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歌词会将现在的我们 與过去和未来做连结 请认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 延细期的题板 在未来的我们的眼中会是什么样的风景 而这首歌真是完整诠释了这样的心情 同时也是我想制作邦德利影片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听到这首歌曲的我 因为不想让未来的自己有所遗憾 决定把对邦德利这份起爱用言语传达出去 我想等到我出社会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我以前上传的影片 一定会对这段充实的时光露出苦涩的笑容吧 我的问题 你D4DJ的推脚和信仰角是谁 D4DJ All Miss最喜欢的歌 D4DJ All Miss最喜欢的剧情 目前为了自己帮帮和D4DJ打破最难的歌式拿手 要有通关 最后恭喜你以前订阅啦 首先呢 我在D4DJ的推脚是萨尔尼 嘿没错 我想我的观众应该会很惊讶 有我的推脚在里里里 不过其实我和萨尔尼还蛮有缘分的 像在台服 我第一个四星就是抽萨尔尼 在日服一开始的角色诊断 最后选出来的也是萨尔尼 非常的有缘分 信仰角目前还没确立 本来想说儒佑 但是后来想想又还没到信仰的程度 我All Miss最喜欢的歌曲 OP吧 我没开玩笑 我真的喜欢 My teammate的曲风 可爱又有一点清澈感 然后目前最喜欢的剧情 是哈比拉浪和PKPK泡温泉的那张剧情 喜能补专Q口贝沃那一段 我已经重刷无变了 那个滴滴的女人 果然就是不一样 然后打过最难的歌曲嘛 Boundary是Rening Boom 然后D4DJ是Four You 对你没听错 Four You 再难的就过不了了 D4DJ的操作 如果是设定全部手动 那个操作复杂程度 大概就和Boundary Special特别普遍一样 所以现在还在试应中 恭喜全订阅 这支部六周年更新的看法 3D服装画风改变 这天有前三对帮帮CP 有在帮帮康康 bueno 还没 手机里有几款匀了 这部六周年大改版真的改了很多东西 不过由于我是主攻台版 所以3D服装和3D live 目前可说是几乎无感 虽然是有看过3D live的表现啦 毕竟YouTube就一堆 不过对我这种剧情像的玩家来说 是个可加可不加的东西就是了 比較有感的就是用角色玩梗吧 至於畫風改變的部分 主要有感的是在眼睛 以前在眼睛上都會有異狠加巨石狀的形狀 我都把這種戲稱為睫毛倒茶 不過改版後就修掉了這樣的問題 其實畫風是變得更細緻的 只是多數人會不習慣而已 就像當年我也很不習慣動畫第二季的3D風格 比較喜歡第一季2D畫風一樣 不過習慣後就會發現以前的版本比較差 所以重點是我們要去適應這樣的改變 最推的CP分別為 Dina、Sayo、Yukina、Lisa以及AIA和Czato 當然Michael內也有 不過就先不算進來了 在棒棒內我也有認真打牌過 不過都還沒有到桿的程度 所以最高只有打到210那邊 結果就上不去了 可能在充牌上比較走佛系路線 最後我的手機裡面目前是兩款陰游 D4DZ和Bondoli 以前還有玩LubLive 不過後來沒時間玩所以刪掉了 再來下一個 喜歡你是如何入坑棒棒的 最推拿的團 最喜歡哪一首歌 目前是不是挑到多少 有AP過嗎 有沒有玩鐵電音樂 有沒有說棒棒的周邊 有沒有親眼看到頭皮卡的其中三位成員來台 有沒有親眼看到過酷子棒棒角色的酷子 以上是我的問題 也祝福明年一千第二塊的 連是少數台灣拍東方影片的YouTuber 但周圍的同學朋友都沒什麼玩 還被人說過氣遊戲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這部作品 甚至還花了錢去看Live的直播真的很值得 我謝謝你們拍了那麼多優質的影片 請繼續加油 當初入坑是因為在網路上 無意間聽到POPIPA的TOKEMEKI EXPERIENCE 才入坑 一開始是從動畫看起 後來才下台手遊 其實自己也沒想到會變成現在這樣 後來最推PASSPALLET 最喜歡的歌是POPIPA的KIZUNA MUSIC 速度的話歌曲X26以下調10.1 27以上調9.9 然後我很爛 一首AP都沒有 雖然打EASY也是 真的是拇指玩家的tone 機械音遊有玩過幾次 不過因為這種是投帝式的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玩手遊 我就問 念錢 不想嗎 自己是有買幫幫的周邊 不過由於幫幫的周邊在台灣很難取得 大部分都是在漫展的圓梅買的 我本人不太喜歡收其他人轉賣的二手周邊 接著 我本人是沒看過任何幫幫的生育來台 可能是我見識淺薄吧 難怪認識生育的機會都是在網路上 所以有待考慮飛去日本 最後感謝你的支持 我其實現在大學比較幸運 周遭很多人都有玩幫幫 所以可以和他們聊幫都立的話題 我也在考慮以後要不要飛去日本看真人樂團的live 畢竟真的值得 也希望你能支持其他拍幫都立影片的創作者 他們的影片也都很優質 我會繼續加油的 恭喜補面大家一千訂閱 從我越來越了解 也越來越愛幫幫 本齊 補面大家有去幫幫連動咖啡廳嗎 有沒有幫幫周邊記得拜一下 再一次恭喜一千訂閱 連動咖啡廳有去過一次 我那個時候有PO在社群可以去看一下 順便說一下 那裡的餐點認真好吃 對面它的閃耀海鮮蝴蝶麵 還有飲料草莓鮮奶茶 在這裡順便附上幾張社群沒有PO的照片和短片 最後既然都提到了 就用我的術師裝飾給你戒拜一下吧 不用謝了 真的不用謝 你會喜歡哪個角色 什麼歌讓你最頭疼 如果你只幫都立的話 那就會忌吶 然後在幫都立呢 其實沒有什麼歌會讓我頭疼的 因為如果我發現難度太高 我就會直接選PAR 而不會選擇硬打 不過第一次打有點頭疼倒是有 那就是所謂的詐欺歌曲 尤其是海色 那根本就不能算2-6 好險 牛中年的等級有做調整 也算是鬆了一口氣 會在新增跑去隔壁玩RMT嗎 頻道之後會繼續出更多高祕密嗎 目前日本是五張新畫風卡片 29張卡圖 最喜歡哪三張 恭喜一千訂閱 以下開始廢話 上面問題主要是我弟如果撐著暈流坑 目前最不會打的就是敵或敵者戳別件 浮面回溯 暫停直接看不懂浮面 第二不會打的就是PJSK的變速曲 雖然目前只有一手會變速 但一變速就直接變成智障 然後第三題 單純城排讓目前新畫風的特訓圖 有些特訓圖換的畫風真的超好看 第一盤名會是 第一名 五星Cocollo特訓後 第二名 五星Cocollo特訓後 第三名 五星Lita特訓前 感謝祝福 首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短期內是不會入新坑的 主要原因是 真的沒時間 邦倒立和D4DJ是我目前花費最多心力再專員的部分 尤其是做一系列的介紹影片 也用掉我很多的時間 連之前下載的賽馬娘都沒什麼時間要養馬 很難在擠出時間入PLOT Theta 再來第二個問題 只要有靈感 之後就還會繼續出邦邦有關的秘密 我後來發現 與其用解說的方式 明明似乎可以更有效的將邦倒立推廣出去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有關邦倒立的迷因 推薦你可以去FB追蹤邦邦迷因喔 至於第三個問題我發現還蠻巧的 我和你喜歡的卡面排名幾乎都一樣 你只要第二名把MOKA換成Nanami三月初的閃機卡面 就要我目前喜歡的前三名了 連特訓前後都一樣 想看所有周邊會去信邦和Nishio的活動嗎 我因為退考去不了 所有周邊目前沒辦法 因為大部分都在加州 而我現在在大學注射 想看周邊的話可以看我這部開箱影片和社群 然後信邦和Nishio的活動 目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就是我是個窮學生沒錢 所以雖然遺憾 不過還是先等個幾年再說好了 好啦那麼回答完留言區的問題以後 接著就換棉花糖去了 這應該不會像上次一樣有哲學性的問題吧 好來看一下喔 現在是在收集STAR的階段 等到閃現教主出的時候我就會拍 所以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國民你有在學樂器嗎 還有參加大學的社團嗎 沒有喔 我自己維爾學的樂器就是高音質地和中音質地 你可能會說 這不都是國小和國中就有教的嗎 欸 假如現在都沒在碰 我在大學有參加社團 就讓我不說 相信我的觀眾一猜就能猜出來了 沒錯 就是動漫社 在社團內我找到了一群有玩幫助力的同好 雖然他們對於劇情並不是很了解 不過也算聊得盡興 如果有時候就會出現一些尷尬的場面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我跟沒看劇情的玩家分析阿口語 分析的內容 跟我這支影片的內容差不多 大概就這麼尬 當然我也有盡自己一份力 向我周圍的朋友推坑幫助力 希望多一點人能入坑 這個問題很有趣 不過如果要和那位西秀約會的話 我還真的擔當不起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來分析一下 對我而言 要和他約會需要達成的先輩條件 不外乎就是他要從那個宇宙小房間出來 當然對於自己是來自宇宙的虛擬歌手 這個設定如此之助的他 幾乎是不可能達成 最後的結果是我們只能線上約會 而且西秀也不是我的推敲 與其這樣讓我怎麼不去跟ChatGPT聊天就好了 Track1萬不 不對 來自宇宙的西秀可能覺得太短 Track1萬光年來說 如果西秀約會走出來和我約會 那麼以他的個性 也輪不到我來安排約會行程 他一定會把行程安排得多多貼貼 然後告訴我幾點要去哪 幾點要做什麼 比如說做DJ練習之類的 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 如果有人幫我安排行程 那麼我就不會選擇自己的安排行程了 所以結論就是 不會由我安排Lumina約會行程的情況 接下來棉花糖因應這位投稿者的要求 有將部分的文字做刪減 希望這位投稿者可以諒解一下 我是專門到油管來找做邦邦視頻的UP主 結果就遇到了你的視頻 每次評論你都耐心回答我 真的很感動 我是前身的邦邦人指望邦邦 所以自然是問邦邦的問題 1.有沒有過那個契機讓你一下子被戳中 如果邦兜力就是今生捨不掉的存在 感謝你的讚美 我覺得你真的很貼心 還特地把簡體字轉成翻體字 我們都是虔誠的邦邦人 邦斗力自然就是我們的共同語言囉 其實你說的這個契機我也有遇過 第一次是在我聽到Kizuna Music 這首歌曲的時候 這我在前面也有提過 是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曲 也是讓我想要開始介紹邦斗力的契機 那樣的悸動 大概和你說的今生捨不掉的存在差不多吧 然後關於你提到的畢業回 我刻意的不去觀看 因為我想將這份情感保留到台服推出時 再好好宣洩一下 預計7月台服就會到畢業回 呃 對於未來新團的可能加入線遊所有有沒有什麼看法 對於4月9號可能發生的大事有沒有什麼看法 7月9號的消息就是麥狗角色的明朗化 以及專屬動畫推出 這我在秀著上有提到 其實我覺得你大可不必太擔心 新團會佔助於舊團的空間 在當年摩芳妮卡和拉斯作為新團加入 而事實上並沒有佔掉太多原本舞團的內容 原因是第二季的故事時間變長了 女班內同樣的時間 第二季的劇情是第一季的兩倍 而且這些新團也都和原本的舊舞團是有關聯性 比如 綠和林口是青梅族嗎 瑪西歐看到卡頌綠表演的Live 而想尋找山山發光的舞台 這樣的操作也增加不少玩家 對於新團的接受程度 當然瑪西歐的CV有被淹上 那例外的情況就不討論了 我覺得主要還是心態問題 另外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害怕原本舊團沒故事可講 那你就更應該支持新團的加入 因為新團的故事有助於緩和舊團故事的推進 也可以為女幫世界觀注入新的色彩 你可以想想看 假的今天幫幫只有Locelya一團 那故事會變成如何? Locelya會比現在更快的登上Face 進入夜界 然後群回演出 或許在現在這個時刻 他們的故事只要因為進展迅速而遭到完結 每天打開幫兜裡就只看到Locelya說 我們瑤草頂點邁進 這也是觀眾真的想看到的嗎? 至少我不這麼認為 至於舊團是否會因為新團而漸漸被遺忘 POPPAP身為企劃的開始 從動畫第二季就有玩家在喊 POPPAP會被Locelya取代 第三季又在喊 會被LAS取代 結果現在還不是一樣 看看遊戲的大頭貼是誰 通常已經盡量平等地對待這些團體的出場時間了 至於玩家會不會被新團吸走 那是玩家自己的選擇 如果能吸引到更多客群 將圈外人因此入坑 不是好自己見嗎? 另外有個願望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一期 關於角色的稱號出出的視頻 就會集齊一定卡面數量 居然得到的有該角色員台詞的稱號 有一部分台詞 我實在是找不到想不起出出是哪裡了 網路上也沒有找到總結這個的 只能希望你來實現我的願望 雖然這麼說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我目前的能力還不足 所以可能沒辦法實現你的願望 不過我未來會試著往這個方向努力看看 是不是該放點音樂? 我未來會試著往這個方向努力看看 存在加急的新問題 喜歡第二隻新團的曲風嗎? 有沒有大膽猜測新團和老方關係的欲望? 第二隻樂團的曲風 我覺得很有前對性 挺次於拉斯 如果麥格爾是走積極風格 那麼阿伯姆吉卡就會走消極風格 至於猜測關係 個人是在觀察吧 畢竟對阿伯姆吉卡了解的也還不多 喔不過 在主線劇情三章有位交換學生要找Cocoro 那個聲音真的很像這隻影片的主角 不知道有沒有觀點 你可以去聽聽看 以及以後可以播抽卡的視頻嗎? 我真的很喜歡看你抽卡 不過不播也沒事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神仙娜娜娜米在台服推出的時候 那就會是我拍抽卡的影片的時候 好啦 之後也會考慮做這類的影片的 首先恭喜你榮獲一千訂閱 連當我看到自己親愛的莫卡時 我都會回想起你 為了方多利褚做了一切 你能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有趣又贏能思考的影片 但看到一絲復興的希望 所以只要你達到一千訂閱那刻 我的心情就如你而出家一樣 實在是相當感動 希望你希望能繼續為你和我們都愛著的方多利蜘蛛進翠死後後期 只要不行 希望你希望能繼續愛著這個遊戲 非常感謝你利用寶貴的時間去看這篇文化堂 願不滅極小的榮光永遠不滅 問題如下 有沒有打算玩玩其他嬰遊 像世界、Fighters、K-R-C-A-E-A之類的 有沒有認真考慮過和Nanami結婚 與異界深度交流者是什麼意思 喔這邊讀起來自己都害羞起來了 原來是個摩卡推啊 感謝你的鼓勵 放心 方多利褚是個偉大復興就交給我了 我可以和你保證我會繼續愛著這款遊戲的 首先目前我們沒有打算入坑其他嬰遊 理由就和前面說的一樣 沒有多餘的時間 至於認真考慮和Nanami結婚這個問題嗎 Nanami固然是我的信仰 不過真是因為如此 我才不能害她結婚 因為Nanami神是神聖節不可侵犯的 就然你不會去問基督教徒 要不要和耶穌結婚吧 最後這個問題很有趣 其實這句話是源自於我高一的時候 由於自己是個喜歡看動漫家 看小說家買周邊的宅宅 所以就可以自己的頻道寫了這個稱號 構想是這樣的 對我而言 二次元的世界觀就是異界 所以與異界深度交流者 百花一點的意思就是 沉迷於二次元世界的宅宅 不過這句話還是被現在的我保留下來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真的是個黑歷史 好那麼問題都回答完了 這次收到不少觀眾的鼓勵 真的很感謝大家願意給我這樣的反饋 1000訂閱對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 而我還是會以高速為目標 下一個目標就是1萬訂閱 我也正在想辦法提升自己影片的品質 憑著對幫助力的喜愛 我會繼續把他們的故事講下去了 我是不滅 希望我的回憶大家都有回答到你們的問題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注文5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